本课程由量子大学出品 大家好 我是红千五 2005年加入华为技术有权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 那么在经历了华为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我深深感受到了股权基地的重要性 那么我也在深度地研究华为股权基地 然后也在寻找一条合适企业发展的股权基地方案 那么学习华为要学习什么呢 那么很多企业在学习华为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企业并没有一直增长 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 华为ESOP你学不来 因为有很多华为的内容是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 是我们学不来的 那么来看看ESOP是什么呢 ESOP就是员工持股计划 叫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员工持股计划 跟我们之前讲的TOP是有相同的概念 但是TOP是不用花钱买 ESOP就是要员工花钱买的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华为员工的股份 它按每年的股价然后进行购买这个股份 那么ESOP员工持股计划 为什么我们学不会呢 因为学习华为要学习华为的思想和理念 寻找一套合适自己企业的什么 落地方案算法和工具去落地 而不是照搬华为的所有 像ESOP我们就搬不来 那ESOP什么呢 这是任老板在2019年 接受北欧媒体采访说的 我们的ESOP就是员工集资 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叫员工集资 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风险了 是一种新的模式 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 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 没有大富翁 那我们看到员工集资就是ESOP 就是必须把员工的资金集在一起 这样就是什么呢 构建了命运共同体 我们说的股权激励 不掏钱就是不掏心 只有掏了钱的他才会珍惜 只有掏了钱的他才会什么样 奋斗 为什么 因为这样亏损了 跟他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任老板说的这句话 你会发现ESOP我们确实学不来 为什么呢 因为ESOP是华为投资控股委员会里面 这个工会委员会的一个持股平台 他持有这个ESOP 就我们99.06%的人都在这里面 那么2019年华为有19.4万的员工 有104572人拥有ESOP 也就是说华为有超过一半的人 掏了钱出来买公司的股份 你说华为这一半人会不会很努力 会不会义无反顾的往前冲呢 答案是一定的 那么既然我们学不来 那怎么办呢 因为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让你装10万零4572人的 那么在现实中有什么解决方案 这里有个方案 就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用有限合伙企业来作为持股平台 那么持股平台什么价值呢 持股平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的利益分给了大家 但是让决策权归到哪里 归到公司 归到创始人 我们要把这个决策权统一 利益分散 那么我们设计一下 有限合伙企业是不能超过50人作为一家企业 如果华为10万4572人 因为有限合伙这个持股平台 是2135家有限持股平台 才能做华为的这样一个持股平台 才能按照现在的有限合伙企业法 来做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在现实中 我们用有限合伙平台 来作为员工的持股平台 而不是去用工会委员会 因为这个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不能用工会来作为持股平台 好 那么这里引导我们一个思路 员工持股平台是团结思想的关键 如何团结 因为决策权统一了 同时分红权公平了 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持股平台里面 分多少每个人是公平的 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 那么持股平台平衡了什么呢 就分红权跟增值权 与所有权表决权和出售权的关系 这个关系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看 目前来说 是不是很多公司在员工持股平台上面 都有一个痛点 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持股平台来给公司做决策 那么这里在今年我做了一家企业 那么这家企业顶层架构设计 包括它持股平台设计就解决了企业目前的困境 因为这家企业的营收超过了5000万 但是他们还没有上市 但他们在整个过程中 又在释放股份给到这些创始团队 那么这家企业的逻辑 它做一个运营平台 我们举例叫A公司 那么A公司呢 之前是老板跟老板娘拥有100%的股份 那么经过奋斗 他把股份释放给了有四位自然人 这样的话 他的股份是不是就稀释了 创始人跟他夫人的股份稀释了 那么另外四位股东是以自然人的身份 进入了这家A公司 大家发现没有 这也是股权基的一个危机 因为自然持股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那么我在给他设计的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学习华为做什么 顶层架构设计 他设计了一家公司 叫A控股平台 然后把自然人的股份移到了控股平台 然后A公司100%控制了这一家平台 那么A公司目前设计的就是有限合伙企业 作为持股平台 这样去做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什么 决策权 就是这位创始人 只分配了什么出去呢 只分配了分红权 增值权跟所有权 但是表决权跟出售权是定向的 因为LP Limited Partner 有限合伙人 他基于这个有限合伙协议里面 他是有约束的 这个分过来我们叫什么 叫一级合伙人 那么一级合伙人 是个平台 但现在这个平台发展得非常快 那怎么办呢 我在给他设计了一个 二级合伙人的持股平台 就他所了解到的 阿里巴巴的这个合伙平台 就是分级的 那么怎么分级呢 因为 他有很多个事业部 A事业部 B事业部 C事业部 D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的业绩都非常好 那怎么办 我在A事业部里面 把A事业部拆出来 做成一个什么 子公司 子公司的51 是由这个A公司来占有 这个事业部的 另外的49 又做了一个持股平台 有限合伙企业 分给了在A公司奋斗的 高管跟团队们 这样的话 我保证了我的 这个股份是可以并表的 这个股份是并表的 第二 我又保证了 这些高管们 不用马上分掉我公司的 集团公司的股份 而只是拿到事业部 变成了子公司里面的股份 那么他这个股份呢 将来就可以转化为什么 一级合伙人 它是逐层递增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给它设计是六年的方案 前三年我们可以先开放 这个一级合伙人 但三年后我们就做成子公司 有二级合伙人 才能纳入更多人进来 因为你像华为33年 纳入了十万四千五百七十二人 那么我们就用不同的持股平台 来纳入更多的什么 员工持有公司的股份 也叫ESOP 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持股平台非常关键 因为持股平台确实是 影响到公司的决策权 那么持股平台 对公司的团结是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的 好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股权激励关键四 有限合伙企业的持股平台 对企业非常关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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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